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理想的职位是销售主管或者是大客户销售 谢谢大家 萨尔卡老师您好 您好 10年毕业到现在这也三年了 对 差不多了 是吧 这三年干嘛呢 这三年一直是做销售的工作 卖什么 卖过互联网的产品 互联网那家干多少时间 干了四个月的时间 那就不算卖过 才四个月 然后也做过课程顾问的销售 卖什么课程 英语课程 这英语课主要是教 成人的 成人的英语 对对对 就是从去年的八九月份开始 没有 是从十二月份开始 一年的十二月份开始 干到 一年十二月 对对对 干到什么时候 干到了第二年的七月份 那从去年七月份开始又干嘛了 还是做这个课程顾问 换了一家公司 对对对 然后 干到什么时候 今年一月份就不干了 那又干了四个月 怎么地了呀 这又 不是 因为我们这个是不正常的 就是有分早晚班去导 吃饭 因为来学生你就要咨询 来学生你就要咨询 是没有固定点吃饭的 然后我身体不是特别 因为前几年不是特别好 所以王娇你看啊 你是一零年毕业 对对对 从你毕业开始到现在两年半的时间 差不多 你干了四份工作 嗯 你知道这对于一个人找工作是很不利的 我知道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坚持性很差 对呀 嗯 我也希望找到一个平台 为什么说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 我也希望找到一个平台 有一个适合我的职位 我能长久地干下去 可能每次都有那么一点点不合适吧 其实您的第一印象还是销售港 对还是销售港 那么其实这两段经历看起来是比较失败的一个经历 不是特别的成功的经历 对 你为什么还会选择销售岗位呢 其实我对销售还是挺喜欢的 可能之前一直是属于做销 一直等着客户来 其实我也挺喜欢 就是想出去接触更多的人 做销售实际上是更容易一些 对对 你想做开拓型的销售 对 外销 我想是说我能主动地去联系 我想要的那些一项客户 教那个你 你原来在你两家教育培训公司工作 据我所知 他们也有突逼的声音 就符合你说的 不是上门来找你的这帮人 而是说你要主动外呼的 要去拜访的 应该是跟企业 应该有这个产品吧 就企业这种大客户的 据我所知是有的 那你为什么 你做没做过 对 为什么不做 在企业内部做更好 做过这个方面 就是那个 他们但是说 不是说企业对企业 就是说企业 他们是有一个这个 比如说有多少个人想做一个团讯 然后是跟他们这个 HR人士去谈 那你的位置也是等别人来找 对 就是他没做过 问题是他在这个岗位里面 是有这个需求 可以去主动做的 他没有去做 现在面试好像进入到一个僵局当中了 老板们想看到他未来可塑的可能性 跟对销售以及销售管理的一些感觉 但是不管怎么敲都敲不出来 你们你们自己先来判断啊 工作地点是希望在 天津 天津 你们自己先来判断 王娇是自己 我给你一点提示 王娇 知道为什么大家问的问题 你回答不出来吗 因为你自己给自己挖了一坑 你跳进去 还拿着敲给自己埋呢 是 上来之后就说 我要去前顿 我要去开发 我要去往外 大家就说 你在里边都没做好 你往外跑什么呀 你说那我也 耶 我能 我也要往外 然后大家就一问往外的问题 虾密了 12位 先做基础判断 没事 调整一下 慢点来 王娇 不着急 12位 去或者留 选择 虾勇离开 徐昭离开 秀红是走了吗 好 沐妍也离开了 陈浩也离开了 谢谢大家 五位离开 七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我就 王家我就觉得还是 那感觉还没出来 就这个销售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觉得你 你演一下可能会好一点 张稍刚其实一直是这个 这个对这个口语的提高 他很有想法 比如说是新杨道 然后你要给他卖一个口语的课程 你好 张先生 第一次来新杨道是吗 今天怎么过来的 坐地铁 坐地铁过来 是公司在附近吗 没有 今天闲着吗 今天闲着是吧 平时对优移感兴趣吗 不是特别感兴趣 不是特别感兴趣 对我对看那个 我爱看那个片 然后但是我不爱说 喜欢看外国电影 平时都喜欢看什么电影啊 那看了就老去了 广告狂人啊 奥古前妻啊 对不对 英剧里面唐顿庄严啊 富尔摩斯啊 还有最近一个新剧 纸牌屋啊 那您看特别全啊 开玩笑 CSI CSI 看了 实际都看了 哦 你看了真不少 我哪天有在跟你写 我都没看过这么多 那你是这些 都能听得懂吗 这个 就模模糊糊呗 因为你看 听得有英剧 有美剧各方面 他们口音也不一样 哦对对对 听不太对 那你应该还不错呀 要看字幕嘛 哦 主要看字幕 对有优秀的字幕组 谢谢字幕组的朋友们 那能听懂大概多少呢 你要说没字幕 肯定就是听不懂多少 你要说有字幕 就都能听懂 那现在的口语怎么样呢 口语不行 姑娘12年以前 我能回家吗 因为就是 这工作确实也是就是 其实为什么说 可能各位老板问的问题 就是我有的时候答不出来 因为我们就是坐在这 汽水长流的跟您聊 不过其实感觉 感觉 其实我还是达到 我想要的效果 就是你的 就是感觉出来了 因为其实来的这个 这个来自行人 他是非常的 一来就是不是很 而且就是 你跟他聊开了 已经很好的了 我觉得这个 因为这个有时这种 这种课程也是比较贵 也是比较长期的 确实需要一个 一个长期的聊天 但是他聊 我觉得王焦 他这个引导性比较差 因为我去过那个华尔街 我知道他们的销售啊 就背那个PPT 就是背的滚瓜烂熟 还是每个星期还换 就那个话术 我的老天爷 就真的把你一下 就给说进去了 让你真觉得不学那课吧 你就是人生就没有希望了 然后那个 我也有整体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前面 铺垫的东西太多 前面铺垫的东西太多 然后聊的东西太多 而且几次哈 当少刚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 再说下去之后 你为什么不直接引导他 你想不想看懂这些书 你应该一听我说 感谢字幕组 你就应该说 前段时间半年前有一个人 就在我们这儿学完之后 现在加入字幕组了 来这样啊 因为刚才他自己也说了 他的方向就是销售或者培训 这是他自己认定的方向 所以厂商因为现在还剩七位 主动权暂时操控在你们的手里 如果灯然亮着 主动权转移到王娇的手上 七位 选择 中方你猜的 柯斌 假军 王娇 只要有一盏灯亮的 就有效 谈钱不上赶 新航道先说一下职位 我们新航道给的就是课程顾问 这么一个位置 但是他需要在天津 但是在北京 所以我只能给北京的 未来有天津的计划吗 未来一两年之内会有天津的 一两年之内 这还得在这个公司不倒的前提架吗 对 在不倒的前提下 不会倒的 好的 课程顾问 新航道课程顾问工作地点 那是在北京 来王娇提问 那薪金这个大概是多少 薪金我们是三千加提倡 嗯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王娇 嗯 无论发生什么 都要有事情尽在掌握的这种心态 有了心态 才能让自己委进来吗 明白 建议 共参考 谢谢你 好吗 王娇 好的 认真思考 新航道给的这份工作 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我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这是一个过程 可能也能帮着你想一想 但是 心 伪如磐石 是自己要做的事 明白 好吧 王娇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冬老师 加油 再见 谢谢 我非常非常不喜欢的一种状态是 大家以在这个平台上找到或者没找到工作 来定义我今天是成功还是失败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判断方法 这只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的一种尝试而已 锈 于 比如 有一 让